今天是个好日子 新房子动工 我穿的喜庆吗 必须一点 新房子必须有仪式感 老爸老妈一早就起来收拾 见到学我穿红衣服 外来喜庆 给我给我给我 买了大鞭炮 走吧去新房布置一下 到了 就是这个 没事的习俗就是开工的时候 摆一下工具 一会儿见个还要磕头 老妈叠的元宝 开始点虾了 开工大姐 天花一棒 叶祖希望 我现在放后了 现在到这个敲锤的环节了 金锤一响 黄金万了 一锤四季平安 二锤八方来财 三锤处不高费 金锤落地 大鸡蛋鱼 哈哈哈哈 五 五 五 开工大姐 建哥为了黄主帮我照顾的 他把我的衣帽间给我拆了 我给你批吧 冷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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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门他也嫌黑 他要把这也拆 拆到那边去 最想把这两个是 在一个平行线 你闻纳闷的 怎么把门拆了 都换新的 知道吗 干嘛呢 想啥呢 我想着我肉痕啊 都要吃 来 过来 过来 妈 干嘛 到时候这个柜子给我留个窗户啊 妈 我洗那衣 洗袜子的时候 我能看一下婚姻吗 你洗过吗 你毛病都放哪儿去 在这儿当小监工呢 那没有 哈哈哈 这门地板也都不用了 都送我娘家去 到时候说不停 全部都通铺 我都晚了 刚才这房间的地板 还破到了整整的气息 这会全拆光了 这柜子也粘下来了 下面有吗 这个给你捞捞的 还有这卧室的门 大的小的 实感也要全部换掉 建哥最心疼的就是这些地砖 这些地砖就是 翘也翘不成整块的 只能砸碎啊 这面墙 拆 拆 这个衣帽间 拆 哇 这上面都拆完了 这个老家墙上有个拆子就好了 你傻了吗 咱家房子已经拆了 那就要搬 你聊着玩意干啥 我聊聊把客厅惹了你 客厅够大了 他还想把客厅从这儿泡到那 4米 怕再加4米 啊 我的天 9米的客厅 他连书房都不要了 建哥糊弄我 他说把我这个衣帽间给砸了 然后给闺女买个那个钢琴 你们说他是不是给我花大饼 不是还用买吗 让你们老爷站顿一个不就完了吗 到时候他他外孙女给他抬光铃铃 我还想学个小铃铃铃 那你要学个铃铃铃铃铃 我还给你买个沙包了 行 老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后期召售的视频再接着拍 好了 拜拜了 拜拜了 妈